大家好,再過幾個小時 台灣的總統就職典禮就要開始了 在這個就職典禮上面 蔡英文不是要發表一個就職演說嗎 就職演說會概括性的說明 他今後這幾年的執政方針 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兩岸關係 他會如何處理 那麼這個問題是引起很多很多人 高度關注、高度緊張的一個問題 中共那邊就高度緊張 前幾天中共有一個高階的智庫學者 就曾經說過,叫劉國昇,兩岸關係的專家 他就說過,現在兩岸關係已經到了爆炸的極限 也就是說蔡英文如果是再往前走一步 再往台獨的方向走一步 那麼中共那邊就一定會進行強烈的反擊 就會宣布實行武統 中共官方對於520的就職演說 也是高度的緊張高度關注的 那比如說他們把這個兩會開會的時間 定在了520之後的一天 5月21號兩會正式開幕 那其中隱含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在520這一天 講了什麼不恰當的話 在兩岸關係上面要造成重大的突破的話 那麼我們不排除用兩會的這個機會 來宣布對台進行武統 至少是宣布現在整個國家要進入統一的這個程序 要為武統做好準備 那麼蔡英文到底會不會在這個520講話當中 做出一個重大的宣示 把他過去的這些政策在那個基礎上面再進一步呢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小 這主要是蔡英文 他的這個執政的風格就是比較穩健的 不會有太出人意料的舉動的 他是一個這個學者型的政治人物 他都是一板一眼的做事情是一步一步的 不會有太大的退縮也不會有太激進的主張 所以我覺得對於蔡英文的這個520講話 不需要有太多的這種期待 倒是還有另外一方可能會有出人意料的舉動 哪一方呢?就是美國 過去幾天喬良 就是中共的那個所謂的戰略問題的專家 他寫過《超限戰》那本書的一個將軍 他就曾經說過,說得非常好 他說兩岸關係的實質是中美關係 這個話說得非常正確 因為美國和台灣無論是在價值觀上面 還是在利益上面,他們都是一致的 在對付中共的這個問題上面 他們都是一致的 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 而台灣是自由世界在和中共進行對抗 圍堵中共的最前沿的陣地上面的最關鍵的一個陣地 它是第一島鏈的一個中心的環節 如果是台灣被中共所滲透了 或者被中共所掌控了 或者被中共所武統了 美國的利益、美國的安全 整個世界的和平都會受到重大的威脅 所以這個地方對於美國來講 那是兵家必爭之地 對中共來講也是中共要想向全世界擴張 必須得先拿下台灣 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祖國復興的大業 那首先就是要統一台灣 美國那邊也是必須得協助台灣 守住這個陣地 美國和中共之間現在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開戰的狀態 貿易戰在經濟方面開戰了 和華為這種對於5G市場的爭奪 這是科技方面已經開戰了 在美國在聯合所有的過去的這些盟國 還有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 在WHO的這個事情上面要問責中共 這也是國際政治方面外交上面開戰了 那麼最後在台灣的這個問題上面 他們也要開戰 美國實際上在過去這兩年已經在台灣問題上面 跟中共已經開戰了 比如說中共在2018年的那一次九合一大選當中 他們是派出了大量的水軍 網絡水軍來到台灣來帶風向 影響了台灣的選舉這個網絡戰嘛 那一次他們取得了成功 很多親共的候選人取得了這個選舉的勝利 但是2019年這次總統大選當中 中共又想顧忌重施 這次美國就協防台灣了 派出了很多網絡安全方面的專家 和台灣的專家一起守住了這個陣線 讓中共的網絡水軍、網絡戰沒有能夠得勝 所以蔡英文最後大勝 其中也有美國的一份功勞 那更重要的更有意思的是 美國為了守住台灣 為了讓台灣的自由民主力量 不受到中共的滲透 他們還跟中共展開了間諜戰 大家還記得就在總統選舉投票的前一段時間 出現了向欣和王立強間諜案 這個間諜案就一下子把國民黨 把親共候選人打懵了 讓他們措手不及 這可以說是給了國民黨 給了這個韓國瑜最後的一個致命的一擊 對他的選情造成了致命的一擊 所以這個戰爭已經開始了 但是過去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面一直採取的是防禦的策略 是協助台灣來抵制中共的滲透 抵制中共的文攻武嚇 今後會不會進行一個戰略的轉變 轉變為進攻的事態呢 我覺得是極有可能的 美國過去很多年都一直是在研究 對付共產主義陣營的 但是他沒有把這個關注的焦點放在中共 過去一直是針對的是蘇聯 蘇聯垮台了之後呢 他們很長一段時間對中共報紙幻想 認為只要我們跟他們做生意 只要我們跟他們進行多方面的交流 等到中國的這個經濟發展了之後 他們可能就會變好 就會轉變成為自由民主體制 這種想法現在是已經實踐證明是徹底的錯誤的 美國人已經開始轉變了 他們要用對付蘇聯的方法來對付中共了 他們對付蘇聯是用的什麼辦法呢 在二戰結束以後 美國有一個外交家叫做坎南 他曾經寫過一個非常著名的坎南報告 他就是分析了蘇聯這個體制的特點 然後讓美國實行了全面的圍堵政策 他說這個蘇聯共產黨 他們的這個戰略就是蠶食侵吞 在凡是他們有能力的地方 他們要進行進攻 富有進攻性的這樣的一個政權 但是他也說他們是一個非常有理性的理智的 這樣的一個政權 當他們遇到重大的阻力的時候 他們不會說跟你拼死一搏 他們不敢拼命 所以說美國要從各個方面 從各條戰線上面 對於蘇聯的力量來進行圍堵 這叫做阻惡政策 那這個政策後來美國運用了很多年 最後終於把蘇聯給拖垮了 比如說在這個古巴 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當中 那個時候美國總統肯尼迪 就是運用的這個策略 那個時候全世界人看著都很緊張啊 蘇聯他要把他的這個核導彈 要運送到古巴在美國的後院 要建立一個發射的基地 那美國肯尼迪總統就派出美國的軍艦 到海上去把他攔截 雙方公然的對峙 所以那個時候核大戰看起來一觸即發 那一旦爆發了之後 那就是雙方互相毀滅 那這個時候美國他走出了關鍵的一步 堅決不讓蘇聯到古巴去建立導彈基地 結果蘇聯看見這個情況就退卻了 那個時候是赫魯曉夫執政的時候 蘇聯就退卻了 他不敢拼死一搏 那中共是蘇聯一手培養大的是蘇聯的兒子 他老爹是這種本性 那兒子肯定也是繼承了老爹的這個本性 中共過去也是在這方面的表現跟蘇聯是差不多的 他們的第一要務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要維護他們在中國的政權 維護了這個政權他們就可以吃香喝辣就可以作威作福 這是他們的一個基本的要求 在這個要求滿足了之後 他會把他的這個欲望會再提升一級去爭霸全世界 那如果能爭勝那當然是最好 如果是爭不勝 他也不會跟你拼命 他會退卻退卻到國內 這個閉關自首就像北韓一樣 那樣的對他們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所以在台灣的問題上面 中共也一定是他們會知難而退 那這個時候美國就應當採取戰略進攻的態勢 要把中共他們的這個文攻武嚇要全部打消掉 讓他們不能夠再起這方面的幻想 美國越強硬,中共就越軟弱 他們是愈弱則強,愈強則弱 如果美國人了解了他們的這個特點之後 採取強硬的措施 那麼美國就一定能夠贏 美國就一定能夠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犧牲 那麼這一次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面 會不會藉著這個520來採取一個大動作 從過去的戰略手勢轉變為現在的戰略攻勢呢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他們可以採取的方式有很多從力度比較弱的 一直到這個高力度的高強度的這種動作都有可能 力度比較弱的比如說從美國的參議員或者是眾議員 訪問台灣開始 美國的參議員眾議員這是美國民意代表 他不能代表整個國家但是可以代表一部分的民意 代表一部分的民意到台灣來參加這個520就職大典 這是對於台灣的一個支持這是對於中共的一個反擊 但這個反擊的力道不強 再強一步那就是美國行政當局派出 這個川普總統的特使到台灣來參加這個520就職典禮 那就會更強一點 因為行政當局它是代表的是整個國家 而他派的特使又代表了這個總統代表國家元首 這是這個信號就會更加的強烈 那麼可以再強一步就是把美國的 這個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派到台灣 讓它停泊到基隆港或者是其他的這些港口 那中共過去曾經多次宣誓過 美國的軍艦停泊到台灣港口的那天 就是兩岸開戰的那一天,現在他們敢不敢呢? 他們不敢,他們沒有準備好,他們沒有實力 美國的航空母艦群只要來一個 再加上台灣本地的力量,中共根本就不敢動手 至少是不敢在台灣海峽兩岸來動手 所以這個時候尼米茲號訪問台灣 這就會把中共過去的文攻武嚇全部給打消 把中共的士氣全部給壓下去 壓下去了之後,他們今後就不能夠 對於台灣動不動就進行武力威脅了 他們自己都沒有這個底氣了 那麼尼米茲號現在有沒有可能呢? 我覺得存在這種可能性 尼米茲號是在4月27號離開他的母港 華盛頓州的基地進入太平洋 按照台灣的立法委員王定宇的這個介紹 說是尼米茲號已經在向西太平洋方向進發 也就是說要來到台灣海峽附近 這個時候如果是尼米茲號在台灣靠岸了 這是最強烈的一個信息 這也是打擊中共的力道最大的一個動作 那麼到底會採取什麼樣的動作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這要看美國共和民主兩黨 他們對抗中共的決心和意志 也要看川普本人的這個破例和決斷 幾個小時之後我們就知道了 好,謝謝大家,我們下次節目再見